当初院士嫡出的谢立真 曲不过是谢应荣门客之女郭氏 便能见谢氏相发 并非顽固不化 从这一点来说 谢家能传承至今 也不是没有道理 谢书婉对徐子生有益 若徐子生将来不是一事无成 这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今日谢书彦问她话的意思 傅明华此时才算是明白过来 只是谢家没想到 倒是姐妹情深 虽为一母同胞 而是隔了一方 可是谢家将女儿交得极好 谢书彦愿意听长辈的安排 嫁进世家大族 为谢家谋福利 而同时又愿意姐妹 嫁给心仪之人 能够快活安定 她低垂了头微笑 将这玉姬放进了一旁的盒子里 谢书婉便靠了过来 表姐说 徐子生将来大有座位 谢书婉乃是谢李亨之女 初见她时觉得她冷冷淡淡 性格并不是好亲近之人 没想到这会儿 倒针对徐子生上了心 燕锥确实是颇为欣赏徐子生 将来 燕锥又是能长天下的人 谢家既然都愿意使谢书婉如愿以偿 冯明华自然也就顺手推她一把而已 嗯 确实是 她点了点头 谢书婉顿时便来了兴致 问道 表姐怎么看出来的 当日途经江陵府 曾与三殿下去了岳阳楼一回 那里碰上了徐子生等人 殿下拷问了她功课 对她颇为看重的样子 剩余的话 谁都不是蠢人 傅明华自然不用说的太过透彻 像烟锥那样的性格 说话做事都有深意 谢家人这一次见了 她是也心中有数 谢书婉应该明白 她拷问徐子生功课 是什么意思了 果不其然 谢书婉听了这话 脸上便露出了笑语 那请表姐帮我一个忙 若母亲问起 请表姐这样说好吗 她起身冲傅明华行礼 扬起脸来问 见傅明华点头 她便笑得更真诚 说完了谢书婉的事 傅明华理了理袖口 装作漫不经心地问 早晨与表姐出门时 遇见了七郎 她与崔四表哥同行 不知可能是我哪里得罪了四表哥 使她对我好似 有些不喜的样子 早晨说起这话是 谢书婉并未张嘴 傅明华这会儿倒是反应过来 不是谢书婉不想说 恐怕她是有意要将这个人情 留给谢书婉的 毕竟谢书婉求了自己 帮这样一个忙 是欠了傅明华人情 若将崔四郎之事 借由谢书婉来争嘴 好歹也算是还了傅明华一些情分 这次曾祖母大寿 崔家总共来了十七个人 不说自己的事后 谢书婉神情便镇定了许多 表姐可知 崔家来了哪些人呢 崔家敌房嫡系 上一辈总共四房 除了老太太与当家做主的 崔大太太未来 崔大太太四个儿媳都来了 都各自携带了儿女 这一次 崔家哪些人来 江嬷嬷早就已经打听过了 并将名单也记了一遍 被给她听 崔家里来的十七个人 并不是崔家能来的嫡系全部 只是一开始 崔家人并不是全部一起来的 而是分了先后 就像崔四郎一般 随后陆续而来的崔家人也有 傅明华一开始 倒并没有对此感到奇怪 但这会儿 谢书婉明显 是有言外之意 她捏了帕子 就听谢书婉接着道 四表哥是长房长子 如今长房还有十妹未嫁 年纪也与表姐相仿 谢书婉意有所指 傅明华便眯了眯眼睛 可曾说了人家 她这样一问 谢书婉便抿着嘴角不说话了 傅明华便笑了两声 这一趟 崔四表妹没来 说是旧祖母 有意为她择业良绪 她耽搁到如今 早过了斗寇之年 四姓之中 女儿供不应求 若是崔四娘 与傅明华年纪相仿 今年都该十五了 到了这个时候 还未许亲 确实是晚了 像谢书婉这样 十四还未定亲 可不寻常 应该是与她仰慕 许子生有些关系的 可崔四娘未定亲 又是仰慕谁呢 四表哥与十表妹 兄妹情深 兴许才对表姐有些心结 下次你见了她 不要理睬就是 谢书婉笑着开口 傅明华就道了谢 能让崔四郎 对她有敌意 崔十娘又至今未定亲 匆匆在寻找婆家 傅明华自然便想起了烟锥 四世家当中 谢家在江州根基稳固 朝中文官十有七八 与江州谢家交好 住家则是盛产马匹 常年与西域各国交易 殷氏则以制造武器 盔甲擅长 四家各有所长 相较之下 崔家便略弱 但崔氏女名闻天下 且富甲一方 声明地位都很超然 不过这声明地位 始终是虚无缥缈的 崔家如今看似有崔贵妃 风光无比 实则后继无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燕锥有意追逐地位 崔家便仅有可能会再送崔氏女进宫 使皇家与崔氏牢牢捆绑 傅明华一点都不意外这样的情况 反倒意外的是 崔贵妃与燕锥母子 弃崔氏 而选了她 崔四郎恨她的原因 也就明了了 崔贵妃恐怕是拒了 从小就为燕锥养成的崔氏娘 而选了她 所以 开罪了崔氏罢了 不过早前 与崔家几房夫人打交道时 都未看出异样 倒是崔四郎沉不住气了 我心里有数 多谢表妹提醒 弄清此事之后 傅明华便笑着 冲谢书婉道谢 她倒是有些意外 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 谢书婉坐了一阵 这才起身告辞离开 她这一走 姜嬷嬷倒是还能忍着 毕清却忍不了了 殿下喜欢谁 娘娘要谁做儿媳妇 怎么还能怪您呢 傅明华笑着没出声 就是因为崔家人不敢 怪嘴崔鬼妃母子 这崔四郎 才唯有怪她了 全是 真是个迷人的好东西啊 无怪乎不少人 为她前夫后继了 姜嬷嬷张罗着 要替傅明华洗漱 赵国太夫人 却派了丫鬟前来请她 怕是今日的事儿 太夫人心中 该是有数了 傅明华领了人 朝太夫人所住的海福阁 她所住的院落 离海福阁有不远的距离 途经一员临时 不远处一梁亭中 此时灯火通明 女人的笑声与脂粉的香气 随着醇厚的酒香传来 领路的丫鬟解释道 是其郎君在谈书会友 亭中 崔四郎穿了鞋金领的长袍 坦兄坐在席中 几个继人抱了枇杷 坐在另外一侧 这是世家大祖里常见的情景 只是常乐侯府以往 很少见罢了 傅明华便转过了头 赵国太夫人已经卸了花钗 只穿了一身姜黄色软袍 坐在内饰之中等她 虽说 此次傅明华回来 是为了向村市贺寿 但实则与这位 曾外祖母见面的时间并不多 此时她让人寻了傅明华前来 一来便让她坐 坐吧 崔氏让她坐下 探父明华温和地应了声 是 提了裙摆坐下 崔氏的眉头便微微一皱 这样的女孩 是最麻烦的 当初被谢家冷淡时 她不焦不燥 如今谢家对她捧在手上 被微尊重 她也不焦不熬的 以往崔氏看来 谢书宴算是谢家 新一代女孩中的翘楚 可此时看来 这位曾被谢家放弃的 曾外孙女儿 也不比谢书宴差太多 甚至 比谢书宴更要聪明 稳重得多 谢书宴的稳重 是以世家大族谢家 为底气 才会那样从容 可是傅明华又凭了什么 常乐侯府如今 是个什么样的光景 大家都清楚 没有底蕴 没有实力 三皇子与崔贵妃 却对她颇为看重 崔氏不由想起 当日娘家传来的信息 长嫂为了烟锥 而留十娘为嫁 可是宫里崔贵妃 却拒绝了娘家的主意 这到底是为什么 燕锥与傅明华的婚事定下是 崔家退而求其次 愿将十娘送入三皇子府 可崔贵妃却依旧拒绝了 对傅明华十分维护 太夫人的手掌握紧了 今日谢应荣接到了 郭正风的信 信中说 谢氏借运失败了 而转机 如今正在谢府之中 他不由想起了傅明华 当年郭正风的那几句真言 使谢家如临大敌紧密谋划 当年谢家不惜将谢氏 嫁进长乐侯府 如今却说失败了 崔氏接到郭正风信的那一刻 想要亲自前往鬼谷 谢家该做的 都已经做了 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使谢家借运一事 失败了 郭正风年事已高 当初 与太夫人崔氏先夫交好 如今 已是百岁老人了 轻易不与人推挂 也实在没有办法离开鬼谷 崔氏想要远行 也是不可能的 但郭正风 看在当年 与谢老太爷交好的份上 送了他几个大字 因祸得福 处母仪天下之相 在那一刻 崔氏若是不知道 谢家做错了什么 便忘 他活了这样大岁数了 当初 郭正风的批言 大家都误会了 那时 只知谢家有运在常乐侯府 大家知道 常乐侯府气运当道 而谢家数大招风 传承这样多年 已气数将近了 当时 太夫人崔氏 与谢老太爷一商议 便寓与常乐侯府联姻 只是那会儿 常乐侯府里 傅老太爷年岁已长 又有妻妾 傅侯爷也是早就娶妻 谢家便唯有忍耐 直到十几年前 定下了谢氏 与常乐侯世子之婚约 那时谁曾想过 所谓的运倒 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谢家都当 事情功败 垂成 陪上了一个嫡女 牺牲了小谢氏 对小谢氏 当初留下的女儿 也不闻不问 在谢家看来 常乐侯府已经衰败 傅明华已经成了弃子 谢氏之死 必定会使常乐侯府 对他恨之辱 可谁又能想到 当初郭正风所说的转机 却会是这样一个 早就被放弃的人呢 当日 烟锥对傅明华 百般爱护 那双眼里透出的神色 崔氏也是过来人 又怎么会不明白呢 原来他有母仪天下之相 原来当初郭正风所说的转机 便在他身上 若谢家与他交好 往后烟锥登位 谢家自然会转位为安的 若谢家与他交恶 将来烟锥上位之后 谢氏必会遭他所误啊 崔氏一口气 险些提不上来 这阴差阳错的 着实让他今日 在接到信件的那一刻 险些便将手里的帕子 给撕烂了 但事到如今 大错已经筑成 便唯有好好弥补 他今日强撑了笑脸 应付了人 回头便令人将傅明华换来了 太夫人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屋里静悄悄的 事后的下人 大气也不敢喘 在这样无形的压力之下 崔氏不由有些恍神 门心自问 若换了当年十四五岁的他 在面对长辈这样的压力之下 能不能表现得比傅明华更好 他心中是一点都没有把握的 他的心更沉 面前的少女 安静地坐在他面前 双手规矩地交叠 以小腹之下 背脊挺得笔直 目光温和 这种温和是真正平静面对一切 不惧不慌的 你来了江州好些天了 可住的习惯呢 崔氏脚底发凉 脸上却露出笑容 他有意表现对傅明华的亲近 指着了李山见他 这小娘子如此聪明 怕是早就发现了 但丝毫没有露出激动的样子 他就坐在那里 仿佛崔氏便是让他坐上一晚 他也能规矩地让人挑不出一丝的错 可有哪个下人 事后的不好 尽管来与我说 崔氏忍了心里的感受 冲他招了招手 傅明华便起身上前来 没有丝毫犹豫 仿佛与谢家之间 没有半点戒敌似的 更是让太夫人心里发凉啊 今日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崔氏寻了谢氏前来说话 也得知了谢氏被送离洛阳时 傅明华与谢氏之间的对话 当初他让谢氏好好看看 谢家是怎么分崩离析 在崔氏听来 便不是一个幼童异想天开后的胡言乱语 可在他对谢家 没有什么好感的情况下 此时在自己面前 却没有表现出分毫来 要么便是他善于隐忍 年纪不大 这定理却胜过不少人 要么便是他当初对谢氏所说的 只是一时气愤之下 口不择言罢 但无论崔氏怎么看 都觉得 他不像是心机浅薄的人 若他心机深 善隐忍 那么谢家开罪于他 这个结 怕是难以解开了 自来了江州 曾外祖母与祖母等都处处照顾 长辈都是极为和善的 表姐妹也是对我十分亲近 下人处处事后周到 傅明华走到崔氏身侧 任由他伸出手将自己的双手握住 一旁穿了青色衣装 面容严肃的磨磨 递了由大团支锦囊 裹着的湖凳过来 使傅明华靠着崔氏坐下 习惯便好 这些时日太忙了 就怕你心里 觉得我们疏忽了 崔氏心里想着要怎么开口 傅明华不是那等没有主见 轻一两句话 便能由了他拿捏忽悠的人 他一时心里想着事 嘴里却仔细问了他衣裳 穿戴与吃用的东西 今日我听燕娘说 崔敦仪难为你了 崔氏说着 脸上的笑容就收了起来 显出几分严厉之色 灯光打在他脸上的褶皱之上 使他的目光看起来 比白日时多了几分浑浊 毕竟年岁大了 就是些许小事 傅明华压根没将这事放在心上 事实上 烟锥那或不那崔氏娘 对他来说都是没有分别的 崔氏娘 哪怕就是被崔家人送进了洛阳 他也是不惧的 他是真的不在意 崔氏看在眼里 心中便又叹了口气 这孩子呀 是被我那嫂嫂宠坏了的 此事之后啊 我会令人修书一封 送往清河 是长辈好好管教他的 傅明华听了崔氏这话 微笑着低垂下头来 没有出声